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12年国民基本教育新课纲 技术型高中 海市群的课程纲要内容 本次将从新课纲改了什么 校定课程怎么做 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以及与一般科目的关联等四个面向 协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 海市群课纲有概略性的认识和了解 第一部分 我们先介绍12年国教新课纲改变了什么内容 12年国民基本教育自103学年度起实施 总纲易于103年11月公布 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群课课程纲要 则在107年12月底发布 并于108学年度正式实施 其能顺利推动新课纲 落实课程研修理念与课程目标 本次课程研修特色为强化学生的基础专业技能 海市群课程设计以对应职场需求之能力 新增技能领域课程 以培育不同科别学生的职场就业能力 此外 为建构学生的基础素养 新课纲配合专业知识 融入职业安全及卫生 职业伦理与道德 环保及劳动法令之内容 并在学习表现中增加核心素养之系统思考 创新应用 美感鉴赏 沟通协调 团队合作及问题解决能力等 以含育学生社会责任及公民素养 并为未来发展做准备 从99课纲到12年国教新课纲 可发现务实之用的专业技能 仍然为重要核心目标 但更进一步强调 核心素养在专业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 还是群课纲一一循这样的理念 进行提纲窃领的规划 在新课纲规划里面 有五项新增定的项目 包括一般科目 国因数可以适新分组 布定专业与实习课程加以修订 令新增定定了技能领域课程 在校定课程方面 则应道强调推动跨班 跨科 跨群选修课程 弹性学习时间 丰富学生在专业能力及核心素养的培养 布定课程与校定课程 再加上弹性学习时间和团体活动 形成本次新课纲织高课程架构 其中在布定群实习科目里 增加了科通用的技能领域 海事群 群共同课程 专业科目共四个科目 十一个学分 实习科目共两个科目 九个学分 合计二十学分 季高新课纲布定课程中 新增了技能领域的规划 而技能领域的形成 细把海事群里属性相近之科别 截取共通基础技能 所形成技能科目之组合 借由技能领域里的共通课程 培育学生跨科别之 共通基础技术能力 为了培养学生跨科之 共通技术能力 海事群共规划七大技能领域 传播精工 传播机电控制 传播动力 传播维护与细故作业 传播作业 传播操纵 电子导航 其对应之实习科目 及科别如标所示 轮机科及航海科 对应所有技能领域 由七领域中选择四领域开设 学生可跨科休息 因应未来职场需求 新课纲相对于九九课纲 除了配合产业技术发展 对布定专业及实习科目 进行检视调整外 更进一步规划 新增了技能领域 每个技能领域 都有二至三个科目的课程规划 例如船舶作业 技能领域 包括了船艺实习 海途作业实习 及航海英文实物 共识学分 海事群的群共同专业科目 一样是船艺 轮机 海上安全法规概要 海运概论四个科目 但在单元主题 及学习内容上 有所调整 使课程内容符合船员训练 发证与当值标准公约 于1978年订定 及其2010修正案 STCW有关之能力指标 此表为船艺与轮机 与九九克纲的差异说明 同上页 海上安全法规概要 海运概论两个科目 一样是在单元主题 及学习内容上 调整 以符合现行公约 例如 在海上安全法规概论中 修正就有不合十一支法规 新增因应 STCW2010修正案 增加至法规内容 群共同实习科目 有两科目 基本电工 与实习保留原科目名称 与单元内容 做了增删 以符印公约规范 另一科目 传播自动控制实习 修改原本的科目名称 教学内容调整为 符合公约 操作及能力需求的课程内容 增加实际操作课程 并将专业科目 属性修正为实习科目 为了让学生在毕业时 能顺利在相关产业任职 新增技能领域之教学内容 主要以符合 现行公约 操作及之能力 为课程规划的主轴 传播进攻技能领域中 有传播进攻实习 传播焊接实习 两个实习科目 课程内容 配合海勤职场之实际需求 以务实致用为原则 注重实际学习 与基本能力之养成 使学生可达到 做中学 学中做之目标 传播机电控制技能领域 共有传播电器操作 与保养实习 机电整合实习 两个实习科目 传播机电控制技能领域 是为了让学生 熟悉船上电器设备 与相关机械设备的运作 课程内容 主要以学习 传播电器设备之操作 与定期保养的方法 为目标来设计 传播动力技能领域 共有动力设备操作实习 动力设备拆装实习 两个实习科目 传播动力技能领域 课程内容 主要为强化 传播机舱各种主要动力 设备之基本原理及组成 了解传用各种动力设备之原理 构造及特性 和传播机舱各种主要动力设备 组成及功能 强化传播动力设备之操作 与基本保养维护能力 传播维护细固作业技能领域 共有基础焊接实习 神览作业实习 两个实习科目 传播维护与细固作业技能领域 两个实习科目 均为新增科目 基础焊接实习 细因船舶舶 常年于海上航行 因缘分造成甲板 及其数据秀实 务从业人员 需具备能于航行中 进行定期保养 焊接等能力 另为了增进 商船甲板部船员工作 以符合国际公约认可 学习基本的神洁解法 及缆绳操作 故增加缆绳作业实习 传播作业技能领域 共有船艺实习 海途作业实习 航海英文实物 三个实习科目 船舶作业技能领域 为船舶海上航行甲板操作 相关课程 培养学生熟练 商船上毛艺 生意与货物装卸 救生设备 与灭火设备之使用 保养与工作 并能使用位置线 支定位原理 以及目测方位测量 与雷达测量目标 以定位图纸 Plotting Sheet 配合全球定位系统 GPS 定出船位 航行中 能以标准海市通讯与会 与岸上进行准确的沟通 使航行顺利进行 船舶操纵技能领域 共有航海实习 船舶通讯实习 两个实习科目 船舶操纵技能领域 是以国际海市组织典范课程 7.03 负责航行当职航行员的 养成为主轴 进行课程规划 电子导航技能领域 共有雷达与测绘实习 电子航一实习两个科目 电子导航技能领域 也是以国际海市组织典范课程 7.03 负责航行当职航行员的 养成为主轴 进行课程规划 接下来是海市群中 航海科及轮机科的 必修专业及实习科目 和学分数的对应表 共有7个技能领域 学校应依科别属性 学校发展特色 至少则4个技能领域 开设即30学分 学校可依以下4个方式 选用布定科目之教材 1.国教院审定版 2.中央主管机关编定版 如国教署 请相关群科中心编审之教材 3.讲助出版业者编辑审定版 及4.经学校课发会审查 并决议通过后使用的 学校自编自选教材 新课纲翻转过去 以教师为主体的课程设计 强调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思维 核心素养成为课程发展的主轴 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在的生活 面对未来的挑战 所以在课程教学上要重视知识的运用 能力的增进与学习态度的养成 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 沟通互动及社会参与 九项就是指三个面向下 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为了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 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 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 并在生活中实践 以培养学生成为 务实致用之终身学习者为目标 透过素养导向的教学活动及课程 可务实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技高学生之学习 一般科目同普高级纵高 对应领钢核心素养及学习能力 而专业及实习科目 则同时对应群核心素养和科专业能力 技术型高中学生的专业能力 需延伸到核心素养的实践 举例来说 把船舶由甲港口出发 行驶到乙港口是一种专业能力 而如何安全平稳地将船 从甲港口行驶到乙港口的过程 就是具有核心素养的专业表现 在12年国教新课纲中 海市群规划的群核心素养共有7项 各校之海市群科应参照群核心素养 科教育目标 专业属性与职场发展趋势等 研定科专业能力 并进一步的规划校定课程 在12年国教新课纲中 各科目都有清楚名列学习表现 主题、学习内容 举传译为例 学生在学完传译后 会有5项的学习表现 而上课所需要的学习素材 即是主题及学习内容 第二部分 校定课程怎么做 海市群各科可依据学校特色 职场需求及学生生涯发展等 依其专业属性及职场发展趋势 研定各科的专业能力 于校定科目 约66至76学分内 发展以学生跨班自由选修 至校定课程 并形塑各校课之差异特色 在课程发展时 布定课程 适应国内产业人力需求 加以规划 校定课程则是依据 学校愿景、学生图像 及在地产业人力需求 加以订定科教育目标 及规划校定课程 并透过课程实施 培育产业专业人才 以下说明新课纲校定课程的规划步骤 我们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人力需求 及职场进入为基础 进而确定科教育目标 并建立科专业能力 依此规划校定科目 规划流程便经由这四个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是完成课程地图 学校在规划校定课程时 同时需规划所要办理的选修课程模式 包括同科单班、同科跨班、同群跨科、同校跨群 以及跨校选修五种 学生可进行跨班选修 选修后每班最低人数为12人 为了让校定课程规划能循序进行 我们利用科教育目标、科专业能力 及学生图像对照表来进行规划 首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 或参考主基础 毕业生就业流向等资料 进行人力需求分析 以海市群科中心学校为例 东港海市邻近之港区有 一、造船厂 二、交通客船 三、航运等产业人力需求 经过产业人力分析后 以此为基础 结合各校各科之现况、特色及发展规划 发展出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 因此各科会因学校周边之产业 与科之特色发展 而发展出不同的教育目标与专业能力 最后再与学生图像加以对应 我们可以发展多个科教育目标及专业能力 而一个科教育目标则可对应多个科专业能力 在规划时便要考量学生基础能力的建构 选修课程的专业分流及跨域能力的设计 基础能力如同新车的标准配备 而专业分流或跨域能力则如同新车的选配概念 科专业能力以展现该科之特色及专业发展 并包括知识、能力及态度 接着再将每一个科专业能力 一一与学生图像进行双向对应 对应的黑点代表该专业能力与学生图像是高度对应 空心点则是低度对应 以轮机科为例 科教育目标及科专业能力与学生图像对照表如本页所示 科教育目标、科专业能力及学生图像的对照表中 科教育目标第一、二项即对应科专业能力的第一、二项基础能力 并可对应到四项学生图像 而科教育目标的第三到五项 对应到科专业能力第三到五项 呈现专长分流的能力 科教育目标和科专业能力第六项为终身学习和职业道德 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的发展 需要请学校召开群课程研究会及科教学研究会 其中科教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为科专业科目教师 亦可邀请一班科目及其他群科教师共同讨论 由科专业能力发展出专业科目及实习科目 再由科专业能力及科目的对应 便可构成基础能力的科目 包括布定科目和校定科目 而分流或跨域能力的科目 就形成适性洋才的校定跨班选修科目 我们利用专业科目、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 进行校定科目的规划 这张表格上面一列是科专业能力 左边则是科目的规划 学校在科目规划后便能和科专业能力一役对应 规划校定科目时 首先可盘点久久课纲的科目 以及新课纲布定必修科目 再将各科目和科专业能力加以对应 并考量科特色课程及对应科专业能力所需增加的科目 当发现科目无法对应到科专业能力 于科教学研究会时 即可加以讨论该科目是否删除 或单元内容加以调整 在对应科专业能力及科目打点时 请务必召开科教学研究会讨论 实行员打点代表高度对应 表示该科目中有章节名列 空心员代表低度对应 表示科目中虽没有章节名列 教师与授课仍会提及 若无对应则留空白 开设选修课程是为了不同能力的孩子 能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长科目 也就是适性洋才 一总纲规范 学校开设之选修总学分数 应达学生应休息选修学分数之1.2到1.5倍 以轮机科为例 专业科目 实习科目 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中 可看到传逸与第1、2、3项是高对应 而轮机与第1、4、5、6项为高对应 表示传逸这个科目 和STCW国际公约认可之航海人员试任能力 从业人员安全知识 及维护传播结构的能力是紧密相关 科目与科专业能力表完成后 才能画出科课程地图 科课程地图可呈现所有老师们 想要培养孩子们的专业能力 而每一个专业能力要修什么科目 就可以让家长及学生清清楚楚看到 也同时让学生知道 选修课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课 所谓课程地图 是将学校本位课程图示化 以呈现课程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让学生方便掌握各学期的课程选修资讯 并了解各类课程及各个科目 与哪些能力有关 以及与哪些生涯或职涯发展有关 课程地图未有制式格式之规定 只要能清楚呈现说明即可 此页之课程地图 是以某校轮机科为例 透过颜色来区分各项专业能力 和学习科目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三部分介绍 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 皆以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并学校具已规划新课纲课程 第四部分 与一般科目关联为和 海市群科的专业课程 与一般科目的关联性 以数学、自然科学、英语文 这三个科目举例说明 在一般科目之开设 在数学领域、自然科学领域、语文领域、英语文 各校可依群科属性、议题融入、学生生涯发展、 学校发展特色、师资调配等弹性开设 又从另一个角度看 学生在自然科学领域中 习得的知识 可以让学生在专题实作课程中加以运用 在探讨过程中加深对本科的认识 群科的专业科目与一般科目 彼此间课程内容息息相关 例如 轮迹与自然科学领域物能量、气体、物质是相关联的 而数学领域中也有许多在专业计算上会运用到的相关单元 如本图所示 一般科目的课程内容都可连接到专业科目 帮助学生学习更加顺利 例如 自然科学领域的物理、生物、化学 可连接到轮机的传播主机 传播辅导等等相关联的学习内容 而专题实作更是将综合一般学科的能力运用到专题成果上 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 明镜与点点栏目